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智庫通的環球直擊 之前已跟大家提過 下半年其中最重要的一幕 似乎就是上星期美聯署的議食 結果出來 與市場預期有沒有落差或啟示 就要和專家一齊談談 Aaron早安 Apple早安 上星期是否算沒有驚喜或驚嚇 加75基點 屬於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其實都很激進 連續兩次議食會都加了4分3厘 加息的速度來說 都相當快 但我想對聯儲局來說 訊息就是大家想知道 接下來的加息的速度和幅度 我想這次鮑威爾就學了一點點 因為之前你見到 被市場救病的其中一些原因 就是似乎聯儲局給的訊息 和他真的做的行動 好像有點不一致 例如舉個例 上年判斷通脹形勢 它是說臨時性短暫的 但今年就要承認錯判了形勢 6月份議息會本身估計是加半厘 但因為公佈議息前一個星期 有個CPI的通脹數據加快了 聯儲局立即要大幅提升 加到4分3厘 所以似乎市場上 聯儲局做的動作 他可能掌握的資訊 都是控制不到 或者是能見度比較低 所以你說出來 預視一個前瞻指引 可能在現在這個市況 反而不太適用 所以他參考了 歐洲央行上次的議息會 都是放棄了前瞻指引 今次聯儲局也學習了 沒有暗示到9月會加多少 免得市場上可能與預期有太明顯的落差 反而是數據主導的 這些我想對市場來說 現在暫時會雕探一下 冷靜一下 對息口的看法 應該不會太熱衷於估計 原因就是 首先8月份是沒有議息會的 最快都要差不多是9月22日 即9月底的時候 所以這段時間就要看著一些經濟數據 另一方面 市場當然 我想你看到一些媒體的headline 都是解讀為一個偏甲 或者有機會放慢 即加息步伐 但你看回整個鮑威爾的言論入面 其實它有時會比較鷹派 即是可以繼續大手加息 但亦都說在某些時間的時候 放慢加息步伐都是合理的 我想這一點就有些可圈可點 因為加息的步伐 我覺得就不會那麼快結束 因為估計到年尾或是明年初 仍然會繼續加息 只不過可能激進的做法 就可能開始回復如鮑威爾所說的非常態 即是可能加1.5L或加1.4L 你當的情景就像你駕駛車的時候 之前是加速的 現在它不是突然煞停或是掉頭 只不過是將它放慢 可能去到正常一點的車速 所以我想對市場來說 是不是屬於好夾派就見人見智 我覺得仍然是一個 加1.5L也不是一個小的幅度 所以九月份大家初步估計 就會加1.5L 這個我想聯儲局就刻意留一條伏線 給大家患上空間 就不講得那麼清楚 因為講得那麼清楚 反而有少少找石頭摘自己的腳 可能有些綁手綁腳的情況 利率這一刻就已經去到2L以上的水平 對美元接下來有什麼影響呢 美元我們之前一直都說過 好像上半年是一個獨強獨大的狀況 其他的外賣都是被殺過片甲不留 很多都創了一個二十多年的低位 跌得少的其實都有一兩年的低位 這個情況 隨著加息結果出來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我覺得大家會冷靜一點 沒有再單邊推高美金 有幾點考慮 第一點其實剛才說了就是 首先到九月之前 聯儲局都不會有意識會 而歐洲央行亦都在八月份沒有意識會 即是說大家都在九月才再估計 會否會是收窄或拉闊 但長遠來看 因為聯儲局仍然是加息 歐洲央行九月份都可能會加半厘 即是說的息差都會保持在超過2% 因為現在聯儲局是接近2.5厘 歐洲央行仍然是零息 都是保持一個超過2厘的息差 這個中線對歐元仍然是不利的 但是當然中間大家會看著 數據可能是炒上炒落 另一方面又開始有少少陰謀論的推測 因為下半年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家最關注的就是中期選舉 在11月份開始 所以8月9月10月 似乎對拜登政府 或者對聯儲局來說 是一個很關鍵的時間 因為大家都知道拜登 其實在年初到現在 民望一直持續插水 一直創新低 選民最頭痛最關注的議題 就是通脹 所以你看到他在上半年 其實就不停出招 是希望壓低通脹 但是他不會一加息 就在市場上 會看到通脹落下來 所以會不會在這裡修飾一下 無論是年初開始的加息 或者在8、9月份 他最想做到的就是 令選民相信通脹已經受控 這一點 我想剛才為何說 鮑威爾可能有少少避重就輕 不要說得那麼激進 或要繼續加息 就令到市場覺得通脹應該會受控 所以聯儲局就不需要那麼激進加息 變了對美元來說 是有少少的調整壓力 因為之前大家憧憬得太樂觀 或者太激進了 第二點就是對經濟前景的看法 因為市場其實是很擔心經濟衰退 上個星期 其實你看到星期四出了第二季的GDP 其實都是負增長的 技術性其實都已經含入了衰退 雖然比預期好一點 都是不夠負1% 但是你看到美國的官員 其實都出來馬上互駕 就說美國是沒有衰退 鮑威爾在記者會上也有說 他現在不承認是衰退 只是經濟放緩 但是教科書的理論 我們就知道連續兩季是技術性衰退 所以我想有少少是用一些語言藝術去修飾 令到市場 或者令到投資者感受 覺得美國現在不是衰退 對選民來說 就看看他信不信 因為眼前看到的就是通脹很高 GDP連續兩季負增長 但是有一班美國官員出來 包括耶倫 包括鮑威爾 都說現在不是衰退 只是經濟因為集藥市場很強勁 只是經濟放緩 我相信他想營造一個氣氛 在八、九月份 就是兩點 通脹又受控 開始慢慢會回落 另一邊經濟又未衰退 如果是做到這個效果的話 對選民 對選情來說 可能是有少少的幫助 所以在現在開始 到九月份之前 應該會營造一個這樣的氣氛 但是對整體環境來說 你當作是一個休息的空間 因為九月份 聯儲局亦都開始激進去收水 去縮表 所以這些都是要備忘的 大家都要繼續留意著 除了是意識結果之外 正如Aaron所說 其實GDP的數據出來 反而應該真的更加流神 都要看著指標 才知道未來的走向 繼續留意著智庫通 你現在正在看 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住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以及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住也要支持一下